老有这个钓友问我呀,这个浮屏堂啊,如何做掉,对吧,今天呢,我就聊一聊啊,浮屏堂呢,如果说像这种比较薄的,对吧,我们就快搜,啊,这种比较薄的浮屏,我们就快搜,啊,注意停顿,多观察雷洼周边的动作,啊,这里边呢,我们钓的话呢,就叫高效,啊,这是在薄浮屏里边做掉,啊,如果说呢,我们要是钓后浮屏,啊, 少下杆,多观察,后浮屏呢,如果说,啊,这个有鱼,对不对,呃,它都是厚的,有鱼的地下会什么样呢,啊,有鱼的地下会这样,看到吗,哎,都是后浮屏的,同时有鱼的位置会有一片被鱼的,扫开的位置,比较薄的位置,啊,所以说呢,我们要钓,对吧,钓这些位置,坐在这些位置,你特别厚的浮屏, 它也不在里边吃,啊,它也不咬,或者是花个风了,下个雨了,把浮屏都挂到一头了,啊,哪头薄,我们偏,去钓哪头, 主动的去搜索,啊,不见兔子的不发鹰,对不对,不然不然就累死了嘛,那这里边钓鱼,如果都是薄浮屏,那没有办法, 那只能做高效的去搜索,啊,只能高效的去搜索,对吧,有什么办法吗,没什么办法,啊,高效的去搜索,啊, 啊,钓浮屏高的鱼,然后呢,我们过两天再来,再钓浮屏高的鱼,啊,就这样就挺好,啊, 这浮屏堂,我每回都这么钓,浮屏堂浮屏高都这么钓,啊,呃,今天呢,就分享到这儿,啊, 我是雨哥,这还下着雨了,啊,我就不拍了,啊,